好久没做了 别不告诉我不出丝啊 有很多朋友啊 都喜欢拔丝这道菜 但是要想做好拔丝 我跟您说 这熬糖还是真有门的 今儿咱就来一个拔丝白薯 白薯切滚刀块 油温啊 烧到五成热 下入白薯 油温再次升高 升到六成热 白薯炸至金黄色 拔丝呢 我们有几种方法 一种是水拔 一种是油拔 还有一种呢 是水油拔 为了加速糖的融化时间 我们就用油拔 但是油拔呢 需要您有一定的烹饪功底 水拔呢 速度搅慢 所以建议大家用水油拔的方式 锅里啊 来一点底油 加上小半勺的清水 倒入白糖 这会儿糖呢 是冒着非常均匀的这种大泡 要时刻观察这个糖的变化 始终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 随着温度的升高再逐渐的上色 等这个糖呈现这种浅褐色的时候 好 下入食材 离火 快速将它翻匀 巴斯的糖很容易和盘子粘连 我们在装菜之前啊 您把这盘子直接放到火上 稍微加一下热 底下啊 咱再给它抹点油 加热过的盘子 糖呢 就不容易粘连了 好 起锅 装盘 好久没做了 别干我不出丝啊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再来 好 好 基本上